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里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 于是他带着彼得 雅各和约翰同去 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要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 祷告说 如果可能 就叫那时候离开他 他说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是照我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这个礼拜 我们就即将进入 耶稣的受难节 以及复活节 对于我教徒来说 复活节 是我们教会一个 非常重要的记号 因为耶稣复活了 带给我们生命 有意义 也有盼望 不过 在复活之前 我想 这段的日子 我们更不能忘记 也就是耶稣的受难 今天这个受难的 这个过程 常常被教会所忽略 当我们在欢庆 耶稣复活的时候 其实我们求主 帮助我们 可以更多的思想 因为耶稣 从他命定当中 他就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 如同这个祷告 不是照我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当我们去默想这个时间 这段耶稣所走过的受难之路 他如何经历这一切 这些的苦难 他只有一个目的 完成天父的旨意 在宇宙光 我们今年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特别设定了一个苦路之旅 透过网站 我们特别建置了 在经文里面 有出现的所有的经文 与这段受苦之路有关的 我们把它集结起来 在网站上面 我们透过图片 透过音乐 透过各样的方式和分享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 你不用跑到耶路撒冷 也不用去行走那一段遥远的路程 我诚挚邀请大家 这段时间就帮助我们 能够安静心 让我们体会耶稣 所为我们所受的苦 这个苦不只是肉体的苦 在心灵上面的苦 但是他却完成天父的旨意 所以苦路不是绝路 苦路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中 完成一件荣耀的美路 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 进行这个线上的苦路行律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 当你留言去分享 在耶稣受难和复活 这些的事情上面 与你有什么样的心情 有什么样的故事 你可以上面可以分享 我们就会送你这一份 精美的小礼物 盼望我们一同 共走耶稣的这一段苦路 好叫我们更加的认识 上帝的大爱 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 奇妙大功